一张邮票泄露了大秘密,中国邮政将于2019年发行的吉亥猪年邮票图案是两只大猪带着三只小猪,就外媒猜测,这是中国即将开放三孩政策的预兆,政策走向能不能从邮票之上看出来,不太好说。 但是从双毒二孩到单独二孩,再到2016年,实施全面二孩,中国生育政策逐渐放开,加上日前各地真金白银的补助补贴,可以看出,对于鼓励生育,从国家到地方,都会越来越下本。 这什么急,存生无非是因为生的哨,数据显示,从2000年至今,中国生育率一直保持,在1.5到1.6之间,属于严重哨子化,生育率低怎么让人这么着急?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,生育率下行带来的最让人心经的数字,就是扶养比,最久心的问题,就是养老金。 2017年全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,的参导人数3.53亿人,其中在职参导人数2.59亿人,领取待遇的退休人员9460万人,总抚养比是2.73比1,即2.73个劳动力抚养一位退休老人。 这个数字看起来也还好,但是具体到每个省份,情况已经比较严峻,黑龙江的抚养比为1.31,几乎快到了一人,养一人的程度,随之而来的是养老金缺口。 巨人社会数据,黑龙江2016年养老基金结余位复数,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,中国劳动年龄人口,也就是15到59岁人口,到2010年,达到峰值,之后就从政增长变成了负增长。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采访曾表示,中国人口红利的已经消失,劳动力短缺,过快低资本替代劳动,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,现在不差钱,却找什么项目都赚不到多少钱。 这就是总体资本回报率下降,在所有行业中的一个基本表现,以零未见生育对于一国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,这从国际上的前车之间就可以看出,虽然中国对于自己目前的生育率已经挺着急,但是还急不过东亚到邻居,日本,有数据显示,日本目前的出生率只有1.4%,基本已经达到了历史最低。 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大缓解,那么到了2050年,日本的总人口可能只升9800万,而65岁以上的老人就占到45%,2018年4月,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目的警告着,由于日本家庭储蓄率下降,税基缩小以及社会福利支付成本上升,日本的GDP增速也在缩小, 日本不管短期还是长期都面临较大的信用挑战,人口结构与生育率给日本带来了经济,社会等一系列令人头疼的问题,而与此相反的,是中国的南亚老邻居,印度。 在文化和旅游方面,中国民众对于印度的认识或许还不及日本,但印度有一点一直被中国股民经济乐道,那就是长达十年的牛市。 印度莫买SCNSCX指数8月13日开盘为37869点,这个数字是十年前的四倍,有机构分析,印度股市长得这么好,维根结底还是经济好。 今年7月,世界银行2017年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显示,印度已经2.597万亿美元的GDP超越法国,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。 同时,印度经济发展的马达还在越转越快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。 在家庭支出和市值改革的推动下,印度2018年经济增长率,将达到7.4%。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,中国2018年GDP增长预期目标,为6.5%左右。 漂亮数字的背后,是一个年轻的印度,数据显示,目前印度人口年龄的中位数,仅为27.6岁。 据世界银行估计,2010年至2030年间,印度15岁至59岁人口,将增加质量亿多人。 年轻而低廉的人力配合科技与营商环境方面的政策引来了外资。 据彭博,印度企业2018年整合,并购的交易额达976亿美元,如何催生? 衰老的日本和年轻的印度是中国三人性必有的老师。 然而道理归道理,具体的政策落地,怎样的措施才能有效催生? 每逢春节,不少自媒体都会生产一些攻略,教年轻人如何对回七大姑八大一的催生言论。 对于一家,年轻人自己力不能及,或者长辈催不得法,就容易引起态度反弹。 而对于一国,也是如此。 今年一月,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,2017年,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,至883万人。 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,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.2%,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。 然而,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减少,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,按下葫芦府几条,二孩多了,一孩却少了。 这说明,除了开放生育数量,还需政策组合权配合施行,否则生育率仍然难回升。 广西师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修志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在取消一孩政策限制的同时,更因降低生育成本,改善生育预期,让正常的生育观念逐步回归。 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教育资源配置,就业和失业保障,降低家庭税负,健全养老保障,住房改革等,需要系统推进。 今年6月,辽宁省政府一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,2016年到2030年,率先提出探索对生育儿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,减轻生养子女负担,在可以生的基础上做到更好养。 近年以来,更多省份正在这条路上逐步探索,对人的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这条路上逐步探索,一定是一条路上逐步探索,那就四条路上逐步探索,再是减末度放弃则,这条路上逐步探索。 谢谢大家